所以有些人说这些中国老调学的东西 那么是这个很保守古董 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这个 所以我很佩服事务所谈到的 旧世界要从中华文化传统伦理道统 这个走出来 所以旧人心从这个品格教育来着手 我想没错 刚才吴副事长这样谈的时候 也让我们想到一个的确 谈到这个中华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 跟怎么样跟现代教育结合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人会认为 它可能是老古董的东西 可是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看看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 当它的经济发展到一个程度以后 它向全世界推销孔子学院 借着这个孔子学院 把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 做一个相互的对话 这可以看出来 重点还是在于 你怎么去从这个老祖宗的智慧里面 找出可以跟现代结合的一些素材 我这边还要请教师傅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谈了这么多品德教育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品德教育里面 宗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所以师父您怎么看待 从宗教里面借助一些资源 跟品格教育相互的结合 这里面就会有一个问题了 比方说很多观众可能会说 老和尚您是佛教 所以你会谈很多佛教的宗教的道理 跟品格教育做结合 那如果我是个基督徒 我是个天主教徒 那我怎么办呢 那更何况 宗教教育对一个政府来讲 他要推动一个宗教教育 跟生命哲学的时候 他也不可能只偏重一个宗教 他一定是要广泛的 把不同宗教放进来 所以师父在这点上 可不可以做一点 观念上的一个厘清 帮我们 宗教教教育 我应该做了十年 我是从98年开始